你让人说话呀 我就是不知道 干啥呢这是 大姐夫 咋的了 钱书芬他又跟我撒谎了 他给别的女的买蛋糕 啥呀 没事没事 有你大姐夫的啊 书芬 大姐夫 太不瞎话了 干什么玩意你 一天大晚上老说瞎话 你这是什么玩意 二米对你多好 二米 踢他 踢他 这事你听我解释 大姐夫你听我解释 大姐夫 我跟你说 二米 没事放心有我呢 有我呢我收拾的 干什么玩意 这么做你堆得起来 二米别生气 大姐夫 情况是这样的 怎么的 我的飞机啊 因为大雾取消了 我就来这儿喝了碗嘎子汤 王小切说啊 今天是我们公司赵铁丹 丹丹你见过的呀 他的生日 我于是就让 就让就让王小切 给丹丹买了个生日蛋糕 就这点事 说分啊 哎 你下回编瞎话的时候 能不能编个高级点啊 啊 怎么用赵铁丹呢 我真没说瞎话 哎呦我的妈呀 还没就没照赵铁丹吧 这回 不是不是 这么玩 在什么 我对灯发誓 你闭嘴 哎 你千万不能对灯发誓 你上次发了一个誓 咱小区停电半天 我要是撒一句谎 天闸五雷轰 你闭嘴 你上次发了这个誓以后 咱这连续下了好几天暴雨 那好吧 我以钱盛峰的名誉 你拉倒吧 你还有啥名誉 大姐夫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这么点 你给赵铁丹打个电话 你问问他 今天是不是他生日 哎呦妈 钱盛峰 你以为我不敢打呀 来 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139 64559488 我可按了 打 打 哎呦 我觉得这回倒不像说瞎话 你真没说瞎话 我说的是实话 大姐夫 你说实话 你就跟二米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谁知道呢 我说实话他不信呢 谁让你老说瞎话呢 你看他们的造型 大姐夫 今天我是过不去了 我跟你说你替我扛一下吧 以后你还说不说瞎话 我不说了 大姐我求求你了 你替我扛一下 我给你扛一下 扛一下 每次出事我都替你扛 求你了 哎 我大姐夫一声叹息 证明他可以替我扛了 大姐夫 你说我怎么替你扛啊 我现在跟他说蛋糕是这个事 他也不相信呢 不是 365天你都替我扛下来了 我跟你说 今天你要不替我扛 介绍邻居们你们答应不答应 说啥也得扛 你说怎么给你扛 我说蛋糕 那我给谁买的 行了行了行了 到底眼睛明白没 啊 怎么回事 那你啊 啊 哎 你最近瘦了 是吗 第二箱子没有用的 怎么回事 那个 这蛋糕是你大姐夫买的 你看 他买的 你买的 我买的 你给谁买的 哎呀 给爸 咱爸今儿不过生日 什么啊 咱妈今天也不过生日 大姐 我大姐今天也不过生日 大姑父 我也不过生日 你别 我钱是分 我不过生日 我过什么生日 我过生日 他能不知道吗 知道你不过生日 不过生日 你招了啥 你不过生日 你不过生日 谁过生日买蛋糕 你是不是 你不有个前女友吗 王美丽啊 王美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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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前女友买个蛋糕 过个生日 怎么的 不合理啊 合理 合理 不是这倒挺合理 这合理 大姐夫 你不怕我大姐熟你啊 来来来 二米来来来 你过来 给今天大姐夫 跟你们郑重说个事啊 对 这事 谁也不许跟你大姐说 听见没 你这要出事以后可不得了 听见没 别说 对对不能说 那我是我大姐 那我大姐的事 我告诉你啊 二米 主要是你这张嘴 你不能说 明白不 你这嘴有名 你知道啥事 全小区全知道了 倒你啊 这事不能说 万一我给你大姐吵起来 咋整 你负责吗 对 不负 哎 万一我大姑来了呀 对呀 这会啊 不能 这时候她已经在床上打呼噜了 啊 好 不是大姐 不过我就纳闷了 哎呀 你为什么今天非要给那王美丽过生日呢 你这个 二米啊 啊 这里边 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啊 哎呦 还有个故事呢 你讲一讲我学学 你学什么学 你学点好 你坐着别说话了 这个动人的故事啊 是这样的 刚吧 刚吧 啥动人故事 给我讲讲呗 啥故事啊 那个 那个故事讲完了 我先走了 哎 刚吧 刚吧 你现在走啊 我不是 我不是 你走了 我怎么解释 你现在走啊 啥呀 刚子 不是 大米啊 你这时候不应该打呼噜吗 你怎么来了呢 今天超市加班 我饿了 来喝口鸽子汤 刚吧 啥故事坐着 来给我讲酒 还没听着呢 快快快 讲讲讲 我也没 我也没听着 来来来 对 大姐夫 来 把这个故事深情的 讲出来 那个动人的故事是 是这样的 说动人嘛 故事是今天我干了一天活 从早上干到晚上 我就一口饭没吃啊 到晚上我加班 我饿得实在是挺不住了 太饿了 我就想我 我得吃碗嘎嘎汤啊 我就爬着就来到嘎嘎汤店 感人不动人不 不动人不动人吗 我都爬着来到现在我连饭都没吃 嘎嘎汤啊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你吓我一跳 哪感人呢 他还没吃到咯的汤呢 我怕你累点咋那么低呢 来我给你讲那感人的故事啊 就是我大姐夫呢 要给她婚前女友王美丽 过个生日 然后非常深情的买了个蛋糕 准备在这个嘎嘎汤店那 申请的给王美丽过生日 感人不 糟糕啊 加班是吧 加班给王美丽过生日是吧 你告诉我 王美丽什么时候来 我就在这等着我 啊 啊 啊